033回家了 文徒中班小鱼 猫咪要回去了 车车要回去了 衣服可以给人穿 小狗要找他的人 人他要回去了 小兔子也要回去了 我看幼儿故事的世界 民国99年4月2日 中班小鱼的回家了 是个人很喜欢的创作之一 因为语气很重复的呢喃一样 那么同中友谊 别具韵味 也是与日常生活互动的典型创作 其中一句小狗他要找他的人 是那么朴实而单纯 代表幼儿心中自我秩序的一个抒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